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有两个话题和大家谈谈 第一个话题是与阿创性有关 相信部分观众对于这个名字都不陌生 是一个在建制派中一个时间不短的人 虽然现在不是立法会议员 但仍然是为香港服务当中 作为一个有知名度的建制派人士 近日他就被人到处派传单 就说阿创性就与他人妻子有染 这些严重的指控 牵涉一个人的声誉 是很严重声誉指控的时候 本人都站出来立即就说 没有这一回事 而且都立即报警处理 其实由派传单这个方式去进行抹黑 在我的意见和角度当中可以告诉大家 很大机会都绝对是一场恶搞 为什么呢? 因为派传单这一件事 待会和大家说一下 究竟什么人才会做这个行为 以及这个行为背后又反映了什么呢? 其实都是有些有营养的分析在里面 接着第二个话题 事员有一名内地的妇人 她就准备在香港搭飞机 大家都知道 搭飞机的话 无论你去哪里搭都是一样的 对于液体的限制 周围都是相当之严格的 液体除了水、汽水、果汁之外 包括一些你煮食用的酱汁 例如说 我有这个家传老水汁 只要太大盒的话 都是不能够上飞机的 因为液体内很容易 左搭右搭 就可以变成高能量炸弱 到时会影响航班的飞行安全 事员 一个内地的妇人 就有一盒珍藏的XO杖 价值700元 结果被海关拦截了 就说 人可以上飞机 但是你的账 就要丢在这里 没得上飞机 结果 就生气到她拍片 大骂香港机场 接着影片放了上网 无论是香港也好 内地网民也好 都是骂这个内地妇人转头 其实除了这个话题 我自己是想延伸和大家讨论 我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人 是经常责任外判制 有些明明应该是自己责任 自己要去检查 自己要去处理的事情 不管将所有东西 全都给这个世界 就会觉得 不要紧 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帮我去处理 对于这些很不负责的表现 就会去和大家讨论一下 不知道大家身边 会不会遇到这些有什么人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 留言 订阅 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记得开启关系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在今日早晨 temporarily有流传一张单张 上面有三张相片 中间是荒创性的照片 左右,26是男女交欢 但是男人的樣子被打了格子 單張文字就說 裡面有粗口我就不讀 總之就說 小心這個人 然後有些說話太難聽 我自己翻譯一下 這個人會跟其他人家的妻子怎樣怎樣 然後還說 懷孕之後就不負責任 然後這個單張就寫 還說今年參選立法會議員 但是其實今年沒有所謂的立法會選舉 柯創勝也沒有參加任何選舉 正在外訪的柯創勝 在回覆查詢的時候就表示 不強良 絕對不強良 又指名人不做暗示 這件事已經交給警方處理 也會嚴肅和密切去跟進這件事 會做好自己的崗位 接著他就說 那些照片流傳之後 有很多認識他的人就去關心他 並且他自己的直斥 這種舊的抹黑行為相當之卑劣 多謝各位對他的擔心 其實在這個年代 例如2023年你還會去派什麼單張 街招等 十有九都是假的 為什麼我會這麼斷定 理性和大家分析 我假設你真的有某個人的黑材料 如果你真的選擇去貼街招 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先不說你會不會亂拋垃圾 然後被人拘捕 然後被人罰很多個籤 這些不討論 大家平時上班上學 你也是有目的在街上走的 老實說 你幾可小真的可以萬無目的在街上走 退休人士會比較多 所以我自己 有時候在黃大仙鑽石山走 都會見到有人貼街招 但是你看看 你貼了街招 你留意一下身邊的人 真的有多少人會走過去 慢慢去看你這張街招 其實沒有的 大家就是睜眼看一看 然後腳不會停的 然後轉過頭就會繼續走 所以一張街招 能夠帶來幾大的影響力 帶來幾大的圈驗力 其實大家都心中有數 而且一張街招 能夠容納到的資訊 是很有限的 你又要貼圖 然後你又要把文字貼出來 字態小人又看不到 所以就算是一張A4紫 這麼大的街招 通常都沒有那麼大 再小一點 可能是A5尺寸 但是 就算你很大張也好 別人都看不完你的資訊 還有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人的黑材料 我想說 你連同照片 連同交代一件事的上文下理 起因 結果 影響 負面 那些什麼 你一張街招 你怎會寫得完 所以 到現在 還用那些貼街招的人 不妨只有兩種 第一種 就是完全不懂科技的人 但是如果真的不懂科技的話 理論上是連張街招都做不到的 第二就是用一些 比較old school 比較老牌 比較過氣的滋擾方法 通常這些就是 一些收數 又或者是惡作劇的人 專門會做這些 大家想想想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人的黑材料的話 你當然是放上網的威力會大過 即是貼街招多多聲 因為網上是有傳播能力 如果你的資料是夠真 夠吸引的話 很多網民 甚至乎包括我 即是基於八卦的心態 甚至乎會幫你轉發出去 放上網 幫你轉發給朋友 但你想想 你活了這麼久 你做了這麼多年人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朋友 真的拿著街招給你 就跟你說 嘩這個男人 他很壞 你不會有這種狀況出現 還有當你做了那些什麼 海報街招 你要用多少的人力物力 才可以派到去 十八區的大街小巷都有呢 但是你放上網的話 我住黃大仙又見到 你住荃灣都會見到 所以2023年還在做這些 街招海報樂作劇 其實就真的沒有意思 還有如果你真的有料的話 你不要說放上網 你隨便找個媒體爆料 你有一點點錄音 你有一點點錄像的話 你用什麼搞這麼多花招小動作 還有你那些街招貼的照片 其實現在AI變念太過簡單了 好像柯創盛這些 即是在香港工作了 即是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工作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的人 我想他最起碼都被人拍超過一千張照片放上網 現在AI那些很厲害 即是你給十幾張不同角度的照片 但有時候不要說改不改圖 即是有些人的面型 樣子 可以說是長得差不多 可能蒙少少 或者黑少少的時候 你都已經會認錯人 所以對於這些會做惡作劇的人 老實說其實每個人都會中招 他喜歡的 拿李家超的樣子也可以 拿誰誰的樣子也可以 80個立法會議員上網查一下名字 隨便都可以找別人的照片去老屈人 所以越是現在 越是對於那些子本文字 其實就信不過 因為現在香港的你要去造假 其實實在太過簡單了 好了 下一個話題 和大家看看乘飛機的內地婦人 又在香港怎樣大鬧機場 乘飛機一向就要遵守規矩 不能夠帶為禁品 這件事就是常識來的 有一個女子就拍了條片 放上網 標題就是 說自己被香港機場粗魯 以及野蠻對待震驚 在6月12日即是昨天 就在內地微博和鬥音等等 GoGo的網絡平台就瘋傳 段片長15秒而已 15秒而已 即是說 交代不了前因後果 只有一些中間部分給大家看到 可以見到 香港機場的保安 正在將XO帳 拆盒拿出 並且向大媽解釋 原因就說 XO帳為何不能帶上去 在這十五秒內 內地大媽連珠炮發去質問保安 就說 這個東西不能夠帶 XO帳不能帶 XO帳是液體 在香港機場 XO帳不能夠帶回去 美溫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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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通派殺奶 我今天癡敗快錢 我便會扔掉 好吧 網民看到這條片後 就紛紛批評大媽這個行為離譜 就說 本來不能帶 這種醬料 就是最容易被忽視的液體 同時也說 內地都不讓你帶 一點常識都沒有 以為自己拍完影片 就變得有道理 也有些人覺得 現在的人拿著手機拍照 覺得自己天下無敵 有些網民也提出一個理性的解決方法 就說 你明明處理一個託運就能解決到的事 現在偏偏要走去鬧 根據香港的文行處資料 所有旅客隨身攜帶的液體 營膠 噴霧類的物品 都不可以超過100毫升 任何容量大過100毫升的話 就算是未裝滿的液體 霧類噴膠等 全部都不能被接納 這個內地大媽 一開始就很強調 香港 又是那些很經典 想透過挑起中港矛盾 被迫 去逼一班內地網民 要站在自己立場 但這次就做得太低劣了 連內地網民都不支持他 很喜歡就是 香港的嘛 因為這裏香港的嘛 我內地大媽嘛 所以你就什麼都不讓我帶咯 如果我是香港人 可能可以帶夠兩張XO象 其實都浪費氣了 無論你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機場也好 就算是亞洲的機場也好 你這些都不能帶咯 然後你還要大罵機場 其實你沒有被當地機場的警察去拘捕 去抓你入小黑屋那裏盤問呢 其實你都算是幸運的 有時候有些人在關口 無論機場也好 還是內地過關也好 很喜歡大罵 其實他們真的忽視了自己是有機會被人拘捕的這個風險 不過有時候警察也有著情權的 就不是說你大聲說幾句話就立即拘捕你 當然啦 如果情況惡化 發現旅客的情緒失控的話 當然就要去拘捕啦 好啦 接著就說一下這個內地大媽的表達態度 即是他對著保安就說 七舊水喔 七舊水喔 我猜XO醬七舊水喔 很喜歡不斷去強調這個XO醬的價值 其實是希望透過強調是這麼貴 就希望你不夠膽去拘捕 又或者可能你會出於珍惜財物的角度 就是不會去拘捕 但其實沒有意思 因為當你代入海關關員的角度去看 就是說七舊水丟又不是我的 不丟又不是屬於我的 所以你告訴你這一罐值一億 丟不丟都不關自己的 但是如果你不守規矩 你作為一個海關關員 你明知道別人是拿著一些違禁品 你都照樣給他上機的話 到時就不是七舊水那麼簡單 別人的旅客是不會在意你的關員付出什麼代價的 但是如果你最後被人抓到 你這樣放人上機的話 你是說自己會前途盡位之餘 甚至乎會有刑事法律責任 但是你想想 那個大媽之後會不會公養你一輩子 會不會就是 我由三十歲做到六十五歲海關關員 都有四五百萬 那大媽會不會賠回四五百萬給你 不會嘛 當然了 凡事都不是所有東西用錢去先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就這樣被大媽 因為大炒大鬧之後上機 而令到自己失業 究竟對於自己的影響有多大呢 還有 除了你說對於自己的利益來說 那麼保障航班安全 一架飛機裡面這麼多條人命 你都要去守護 你都要去保障的嘛 對不對 所以別人公事公辦是絕對沒問題的 還有 就算你的XO像 或是你用黃金鮑魚 黃金干饒柱 去到七千元一罐也好 又不是屬於自己的 現在是你違規在先 你要扔就扔吧 其實什麼人最喜歡 就是強調一樣東西的價值 又或者強調一樣東西的代價 不斷去強調之後 而希望對方屈服 這些就是小朋友做的行為 這些小朋友做的行為 最容易是令到什麼人屈服呢 當然就不會是一個 和你非親非故的海關關員 通常那個就是你媽媽 或者愛你的人 可能是你老公 可能是你丈夫 可能是你丈夫 甚至乎可以是你兒子 對吧 即是那些說 我絕食 我不吃飯 我不吃飯 我現在發脾氣 這隻滑鼠幾千億 我準備丟了 你不哄我 你不阻止我 我就毀壞自己的財物 到其時 等你一起心疼 真的 這些招式 你放在家庭 或者情侶當中 發脾氣 你可能可以 情感勒索到別人 但你對於一個 正在上班的海關來說 大家非親非故 你想情緒勒索誰 這些招式 是沒有意思的 但我不明白 為甚麼都被人叫做大媽 都已經四五十歲的時候 還可以去用這一招 還有最恐怖的是甚麼呢 用情緒勒索這些 不要緊 他還要真心覺得自己對 是覺得自己可以順便勒索 一眾內地網民站在自己角度 一起去罵爆香港海關 是真心覺得自己站在真理道理那一方面 其實這個價值觀才是整件事最恐怖的事情 有時候一個人 究竟是不是成熟和理性 跟他育體年齡真的沒有甚麼關係 我十幾年前都跟朋友討論過這個話題 有些人 就算他有獨立的經濟能力 就算他結婚生了兒子也好 他思維都可以是不成熟的 他思維都可以是那種 小朋友的心態 不過當然 有時候你說上班的時候 可能會正常一點 甚至乎有些人 有時候閉上眼睛那一刻 其實他還是小朋友的心態 但有時候 有些人可能十多歲 就算是讀書 沒有獨立經濟能力也好 他都可以擁有一個成熟的成年人思維 有時候一個人的深度 或者我們叫做境界 收維去到哪裡 是真的可以跟年齡無關的 有時候可以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比起一個六十歲的人 是可以更加成熟的 不過有時候 你就不能說二十多歲 遲老賣老去 只責一個六十多歲的人 對吧 但有時候 真的一樣不一樣 好像六十多歲 還是整個八歲小朋友 或者可能十二三歲的人 我自己都見不少 然後 到最後一個部分 跟大家說一下 責任外判制這個話題 何謂責任外判制 就是說 所有事情不關自己的事 所有事情 都是這個世界 會幫我買單的這種想法 其實我會覺得 責任外判制這件事 得罪說句 其實跟家教是很有關係的 我舉個例子 以前我跟家人去旅行的時候 其實家人會教我 你要去想想 究竟自己去旅行 和平時 可能你出三四個小時 街街的時候 有什麼不同呢 你知道 去旅行要過夜 過夜的時候 你的衣服要換 你就要去戴衣襪 然後帶多少件 你就要看看行程 究竟我是兩天一夜 還是三天兩夜 究竟要戴多少對襪 究竟現在溫度是怎樣 會不會很熱 很容易出汗 如果會的話 就需要帶多幾件衣襪 還有 亦都要去想想 以前小時候跟團 即是家人跟團 那些 好了 幾多點要去哪裡集合 例如說深圳灣 好 自己王大仙出發 搭什麼車去深圳灣 要用多久時間 這些有沒有想過 還有就是說 例如說去深圳灣 你可以用鐵路去的 又或者你可以坐那些旅遊巴去的 如果旅遊巴壞了的話 你搭鐵路 就由哪個站 搭到哪個站 可以去到 有時候 做人 你就要想 計算是 為了 例如交通方案 等等 然後也會去問 萬一我沒有辦法準時 集合時間出現的話 那 還會不會有其他機會 後保 去其他地方集合 其实这些全部都要考虑 但有很多人觉得 不管啦 随便啦 我预早一个小时去 路线到时才找 慢慢上车问人 总会问到 就是这种就会觉得 不要紧要 我不用准备这个世界 去到我快点 够钟的时候 总会有人推我一把 总会有人提醒我怎样去 有时候见到这些大安止意的人 其实我是真心扯火的 有时候我不明白 无论你多少岁也好 为何做人想事可以这么无心度 为何做人做事永远不会留几手 好像永远都要把自己 迫到去沿岸绝 迫到绝境的时候就觉得 不要紧要 现在的事我不做 交给一个小时之后的自己 到时时间就来到 赶时间了 到时自己什么都会做 即是你作为一个 你有充裕时间 又或者充裕能力物资的成年人 无论做什么都好 你做人做事都要有几手准备 还有有时候就尽可能把事情 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去想 然后你这样想之后 你就知道自己 怎样可以准备好自己 我不知道有时候自己是否过敏 好像我这样 我回去内地的时候 其实背囊都要过关的 我自己是会去想起 因为我有段时间不停停 所以身上 随身也会有几粒感冒药 放在背囊里面 我也曾经想过 究竟我几粒感冒药 去过关的时候 会不会被人当我是藏有非法药物 然后就刮田里下呢 当然了 我的药物当然是普通的必利痛那些 但是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 而被人走到小黑屋那里 然后担忤了我几个小时的行程呢 我自己去想通关过关的人 就算我不是坐飞机也好 是普通经过连堂口岸过关 我自己也会想到这样的 还有我就不会把责任丢给别人 不要紧要了 把药物丢在背囊里 有问题的话 别人会截住我的 我就不是这样的 我自己是想到这一件事之后 我就问一下身边 应该会熟头熟路的朋友 他们跟我说 这些没问题的 我才放心去处理这件事 才放心 放下几粒必利痛 和一些止咳药在背囊里 如果我自己 虽然我没搭过飞机 但如果我要搭飞机的话 我自己有看新闻 我都知道那些监控管制比较严格的话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 应该自己上网去查一下究竟有什么违禁品 然后就尽可能小心 透过别人的名单 再去慢慢收拾自己的行李 还有我会觉得一个人尽不尽责任 有时候是跟他身边的资源无关的 一个人他一向是觉得把所有人生责任外判给其他人 例如说爸爸妈妈会照顾自己的 可以吧 身边的人会提醒我 没有人会愿意看着我死的 以前就会说 上网都没上网 没得查这些资料 我怎么知道呢 你又不妥说 就搞到我带起骑像过来 但这些人就算去到2023年 人手一部手机 甚至乎有些人45678部手机 然后家里又有电脑的时候 不查的 照样都是把所有资料 就说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啊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啊 你为什么不打给我 我看不到的嘛 我这个是比较我个人情感上去说的 我自己是很讨厌一些 你有能力有时间去准备 但你就没有去做准备的人 无论你说升学也好 现在做事也好 还是跟朋友出去玩做事也好 是真的可以什么都不想的 有时候我很好奇 为什么这些人 是可以长命过我 为什么还可以活到这些年龄 有时候我自己真的想不通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今天就短短的 好 是这样 拜拜